有着公益老爹之称的电脑公司副总徐文达 自2018年号召公司同仁进行齐心协力单车公益行后 连续第七年来到了花东 而12号的上午先后是到了花莲和台东 捐赠了高达新台币170万元 给台湾市展会、家福中心、黎明教养院、安德旗帜中心 台东基督教医院以及加利利社福基金会 为社福单位送上了暖暖的祝福和爱心 本身是家福17年的任养人 自2018年来爱好单车运动的人保电脑SDBG采购中心资深副总徐文达 有着铁汉柔情公益老爹之称 连续7年推动齐心协力单车公益行 每年固定带领同仁以铁马为旅行的方式送爱之花东 22日上午从台湾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捐款超过22万元后 共28人在前往花莲家福亲自送上温暖祝福 其实今年跟人保的合作其实已经有第五年 那我们他们今年也帮我们也带了更多不同的单位跟资源 一起要来做我们这样子一个爱心捐赠 那当然我们其实这边也会陪着他们一路从花莲起到瑞穗 然后也进我们地主之宜 也希望他们这一趟的旅程都可以顺利 我觉得说我们应该去关怀一些社会上一些比较弱势的团体 比较一些比较像关怀这些老人 还有这些失学的儿童 孤儿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尽一点绵薄之力的地方 所以我非常非常支持这个活动 希望那个徐副总每年都继续办下去 我们也会每年都来参加 首次参与的连德动能董事长徐启峰 踊跃医疗仪器总经理朱仁勇等企业主管 都加入单车工艺行列 另外像山泰创业投资董事长刘宪志等人 虽然无法加入汽车行列 仍透过捐款响应捐赠30万3千元 另外存自资产管理顾问公司董事长魏存金 也捐赠60条毛毯给需要的家庭 我女儿本身也是一个重度脑性麻痹的小朋友 所以相对我对于这些机构我会更深有所感 我们在花莲大概有兼给世界展望会 然后花莲加油中心还有黎明教育业 我们大概这一次包括整个花东加起来 大概有将近170万 这跟过去比起来我们当然是一年比一年多 因为从最早期开始的可能只有70万 去年到130万 今年我们将近170万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公益活动 我想也带动一些企业人士 好像今年就有两三家的企业人士 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公益 而且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所以他们也要求他们的公司 要举办这样的一个三天两夜脚踏车公益活动 所以今年我们特别有一个上市公司董事长 他也自己亲自参加 还有一个永业医疗的总经理也亲自参加 所以希望我们这个活动能够持续下去 史文达表示 今年在华联台东捐赠高达新台币170万元 包含台湾世界展望会 家福中心 黎明教养院 安德企治中心 台东基督教医院 及加利利社福基金会 期盼藉由单车公益行 串联更多爱 让弱势儿少和家庭 及时获得温暖帮助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 明镜需要更多爱区域